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开口 随着AI大模型的不断深化 其应用场景也得到了肉眼可见的延展 比如人机交互的窗口智能手机 知名数码博主Y并宇宙在推特发帖爆料 称三星正在为下一代旗舰手机系列 Galaxy S24开发AI技术 并称这项技术与目前的语音交互助手 BX比没有关联 三星研发AI技术 具体会应用到智能手机的哪个部分 目前暂没有更多的消息 但这难免会调动网友们的奇思妙想 有的认为三星新的AI技术将会直接取代BX比 也有人认为AI技术在手机上有更多发展空间 大模型和深度学习能力 不仅能够用来增强语音助手的交互能力 还可以渗入到手机的各个层面 可能会涉及图像优化 智能识别 分类 亦或是作为系统底层运行逻辑的一部分 提供更高的运行效率 在大家不知不觉中 AI早已渗透到手机的许多部分 诸如底层运行策略调整 拍照场景识别优化 相册自动分类等等 除了语音助手经常表现的比较智障外 手机已经足够的智能 AI是语音助手的最优解 得益于AI的加入 智能手机的智能维度 已经不仅体现在功能上 了解用户的喜好与使用习惯步入现实 这也是手机体验见佳的表现 多年以来 默默无闻的AI给大家带来了实质性的体验提升 却在人机交互方面显得极为生疏 智能手机现阶段的语音助手 只能判断用户下达的诸如帮我打开某某 帮我搜索某某的命令 如果说要聊天 或是识别更为复杂的命令 语一的 语音助手只能双手一摊 帮你百度一响 2016年诞生的Bixby 为三星的智能手机 带来了先进的智能语音控制功能 也可以理解为SWords的重生 Bixby在当时确实领先了不少友商的语音助手 但由于Google等厂商的发力 它在智能手机中的竞争力逐步下降 不少使用三星手机的网友也称 Bixby能带来的价值已经远不如当初 在Tiger看来这应该是需求与技术不对等导致 这也使得语音助手在智能手机中 往往是被忽略的角色 较半天还不如自己动手来的高效 用户肯定不乐意 能好好说话的语音助手实在太少 厂商宣传的智能化落实到使用场景反而弄巧成桌 这张助手这一点 苹果C里与三星的Bixby经常成为大家调侃的点 Tiger此前前体验过一下 移动端的TradeGPT 它只能充当一个问答的工具 且因为本身不接入互联网 见识也有些过时 说点实在的话 移动端TradeGPT能提供的价值相对有限 与此同时 对话是AI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 多集中在浏览器 更像在对话的过程中为用户提供价值 但Tiger认为 AI能够在智能手机中产生更大的作用 语音助手毫无疑问是 AI语言大模型的最佳切入卡 借助大模型 把语音助手从智障的境地带出来 在此之前 把AI技术率先应用到自带浏览器 与微软 谷歌等公司展开竞争 尽快确定自己在AI领域的地位 为以后铺好道路 另一方面 三星现阶段推进的AI技术 虽然与Bixby无关 大概率只是时候味道 网友猜测地取代Bixby 不一定会发生 相反 Tiger更愿意相信 未来的Bixby会集成AI大模型 能够处理复杂命令的同时 带来更流畅的对话 提供情绪上的价值 或许才是三星引入AI大模型的初衷 而主打高端体验的三星Glox S24系列 不但需要足够旗舰的硬件 在体验上也要做出更多的差异化 如今三星智能手机 在中国的份额不足1% 凭借先进的折叠屏 虽然挽回了一些严密 但三星人人需要更多 能够领先行业的技术 AI大模型加持现实版贾维斯才是终点 爱兵宇宙并未掏入更多 关于三星AI技术的方向 此前有媒体报道 三星以安全风险为优 在内部备忘录中告知严重 不要再使用爆了这些 IGPT之类的生成式AI 但随后 媒体Android Authority解报三星浏览器时发现 三星又在自己的移动端浏览器中 整合了CHED GPT功能 尽管这两件事看起来有点矛盾 但三星确实在想办法 将更先进的AI技术应用到手机上 可以预见的是将有问必答的生成式 对话是AI集成到浏览器 是手机厂商们的第一步 目前来看并未和BigSpeed等一系列的语音助手 产生直接的联系 这也难怪 智能AI对话大模型虽然先进 但占用的处理资源庞大 移动端的算力暂时也无法支撑其本地生成计算 同时移植到语音助手工程量很大 需要做很长的适配及优化工作 就算厂商比消费者迫弃 具备大模型的语音助手也没法做到举手之劳 只是理想很丰满 我们也不要忽略AI的布局难度 强如XGPT这般 访问量超出一定的范畴时 也会出现服务器崩溃的情况 基于智能手机存在的语音助手 用户的访问密度 恐怕要比对话时AI高得多 对网络设备的算力都有不小的要求 仓促布局带来的结果不会太好 事实上 基于AI领域的手机厂商 不止三星一家 站在科技尖端的苹果 表面上以安全问题抵制 XGPT等一系列对话时 生成是AI 背后也在前心布局 马克·郭尔曼近期报道 称苹果内部将推荐A项目作为主要任务 与Chate GPT New Bean报了等类似 苹果VA项目开发了一个名为AJAX框架 并开发了内部聊天机器人 将其命名为Apple GPT 说来也是奇怪 有报道称Apple GPT的框架 也是基于Google Jax学习框架建立的 看来对于科技大佬们来说 强赛道远比完全自言来得更迫切一些吗 智能手机发展到现在已经达到评价 除了不断卷影像 充电 屏幕等硬件外 基本无法带来显著的技术突破 同时 折叠屏这一新形态 只能作为智能手机的补充 不一定能代表智能手机的未来 智能AI大模型的崛起 让各路大厂看到了更多人机交互的可能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理想汽车计划将MineGPT 这样的类GPT技术 带入到语音助手中 扩充人机语音交互的操作空间 并希望让助手跳出助手的身份 Tiger也从先进的对话式AI技术 看到了智能手机语音助手蜕变的可能性 这或许才是大家对现实版贾维斯手机的想象 我们有机会在三星Galaxy S24系列中 看到贾维斯手机的影子 率先进入AI大模型赛道的手机厂商 能够借助这项技术实质性提高手机体验 简单点来说 这可以显著提升手机的竞争力 吸引更多消费者支持 同时还能为手机行业打开新的竞争方向 不过在此之前 AI重新定义智能手机尚且为时过早 包括三星 苹果在内 他们在探索AI对智能手机的意义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AI与手机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